欢迎大家来到幼化教育的书法公开课的课堂 那么今天呢要给大家分享的两个笔画是撇画跟蜡画 这两个笔画呢是在咱们学书法当中 学整个的毛笔字当中是一个难点 咱们的撇画和蜡画 有之前学过书法或者是自己练过字的吗 有的话咱们可以在直播间敲一个一 然后如果没有练过 那么就敲一个二 有揽月 揽月是练过 南月是咱们花卉二期的是吗 看咱们B站的直播间的名字也改成了花卉二期 今天我用到的这个PPT呢 是咱们第三期的VIP课堂的一个PPT 书法一期的学院是吧 那是智永的字体 当时写的应该是智永的 欢迎大家 大家晚上好 欢迎南月 白头 然后金梦 然后锅果 还有欢迎 还有欢迎数字 19039一串数字 然后厨房杀手同学 还有七 七枯七枯 是拼音 欢迎欢迎 对第四期 咱们书法 第四期的话 是会写到欧体 现在上 刚刚上完课的呢 是掩体 等会儿在上课的时候 也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咱们学院的一些作品 欢迎夏日七图腾 欢迎飞花 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 欢迎来到咱们幼化教育的公开课的 书法的公开课的课堂 今天要教大家的呢 或者是要分享给大家的两个笔画 是撇花跟辣花 这两个笔画呢 是在咱们的书法学习过程当中 用的特别多的 这是两个基础的笔画 但它同样呢 也是难度很高很高的两个笔画 今天呢 我们就把它详细的讲一讲 把这个难关给攻克掉 好不好 有没有信心 好的话就敲一个一 那么今天我们就朝着这个难关去攻克 欢迎波浪波 欢迎麦小七 首先呢 我们同样是看一看今天又用到的工具材料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优化教育的公开课的课堂 大家晚上好呀 欢迎村庄 首先呢 首先呢 今天我们要用到的笔呢 是一支尖好笔 尖好笔 尖好笔呢 它对初学者是非常的友好的 大家现在有没有画材 有没有这些工具材料笔墨指标 有没有 有的话就敲一个一 首先咱们在古代行军打仗 不是说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如果说我们想写字 或者是想练字 想学习 我们首要的呢 就是先得有笔墨指标 先得有这些工具 然后咱们才能开始练习 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 今天要用到的是哪一些工具 首先我们看到 要用到的是这一支尖好笔 我们看一下尖好笔 尖好笔跟其他笔有什么区别 拿一支新的笔给大家观察一下 左手边的这个 最左边的这个是狼豪笔 大家先从颜色上来区分一下 左边的是狼豪 然后最右边的是羊豪 中间的这一支呢 是尖好笔 大家看一下 区分一下这三支 单从颜色 不是说从杆子的颜色 我们一般说是 说从笔上的这个笔毛的颜色 笔毫的颜色去区分 好 我们看一下 从笔毫呢 我们怎么去区分它呢 狼豪笔 一般是偏这种黄色 带黄红色 它笔尖可能微微有点偏鹤 偏红的感觉 这个呢就是狼豪笔 最右边的这一支呢是羊豪笔 羊豪笔呢是羊身 山羊身上的毛 大家看一下 像羊身上一般都是什么 一般都是白色的毛 对不对 我们羊豪笔呢一般都是白色的 狼豪笔呢是黄狼尾 是黄鼠狼的尾巴做成的 所以呢它一般的颜色呢是这种黄色 那么尖豪笔呢 单从颜色上看 大家看一下 它是外围是用羊豪 中间是用狼豪 它把狼豪围起来了 用这羊豪去把它圈一个圈 这个呢就是尖豪 也就是说它两种毛都混合在一起 这个呢就是尖 尖豪笔呢 它一般是这种白色跟黄色相间 它中间会露出一点黄色来 那它们这三种笔有什么特征呢 首先狼豪笔 狼豪笔它的弹性足 它的弹性会大 像我们小波乱波说的弹性大 这个呢就是狼豪笔 狼豪笔的弹性大 适合写一些形书 因为它需要弹性大一点的笔 然后勾一勾叶子的经脉 咱们画果画 就是要弹性大的 什么怕狼吃不饱 饿什么 然后羊豪笔呢 它是弹性比较弱的 它呢有什么特征呢 它的是蓄水性比较强 但是呢它的弹性比较弱 相对于狼豪笔来说 它的蓄水蓄末 这两个的能力是特别的强的 尖豪笔呢 就是在两者之间 包括它的颜色 发现没有 它的颜色也是在两者之间 它的性能呢 也是在两者之间 所以我们初学者 或者是刚接触书法的同学呢 建议大家用中间的这一支笔 用尖豪笔来写 这样的话是对于咱们书法学习 是比较友好的 因为狼豪笔的弹性太足了 那就不好掌握 包括羊豪笔弹性太软了 水分太多了 一下子弹不起来 笔换呢也掌握不好 所以我们初学入门的话 准备一支尖豪笔就可以了 这个从颜色上 大家已经学会区分了吧 从它的弹性上呢 就是蓝好笔 弹性足一些 羊好笔呢 弹性软 弹性弱一些 尖好笔呢 就是在两者之间 一般来说我们写一些 卑帖上的字 比如说像那些传书呀 这种 有这种卑帖性比较强的字呢 就可以用羊豪笔 然后像写行书啊 比较快速 速度比较快 而且需要这种 大幅 大幅去书写 或者字比较大 那么我建议大家 是用狼豪笔 当然 尖好笔是两者都可以 所以尖好笔 其实是百搭 大家如果是 不管是入门 还是今后 想要写字的话 就是可以用尖好笔 但是如果想要 不同的质感 比如说像写卑帖 你要想要不同的 这种卑帖的质感 那么呢 就可以用羊豪 或者是 到时候写行书 那么就可以用狼豪 对 尖好呢 也可以说是 取两者的优势 这就是咱们 今天要用到的笔 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环 这个呢 是咱们 优化店铺里面 优化 大家在 微信公众号的 优化教育 或者是优化 都可以买得到 这支笔呢 是 若卓 笔名是 若卓 好 介绍完笔之后呢 再看一看纸 今天用的纸呢 是这种毛边纸 颜色呢 会偏黄一些 也叫原书纸 原书纸呢 其实按道理来说 应该是高档一些的 毛边纸 但它也可以说是 毛边纸 今天要用的纸是毛边纸 毛边纸呢 大家会发现 当大家买回来毛边纸的时候 去摸一摸它的纸 有一面是粗糙的 有一面是光滑的 那大家知道 我们是用哪一面去书写吗 是用粗糙的这一面呢 还是用光滑的这一面 大家知道的可以打出来 然后不知道的呢 大家就猜一猜 看看是用哪一面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 幼化教育的国画的 公开课的课堂 欢迎飞辉 欢迎木子 欢迎王子 高翔 IUV 欢迎唐夏 对 还有一些数字的同学 是的 咱们要用这个毛边纸的话 首先摸一摸 它毛边纸有一面是比较粗糙 有一面呢 比较光滑 我们一般是用光滑的这一面 但是其实没有说是必要性 不是说我非得用光滑 没有这个必要 然后非得用粗糙 也没有必要 看大家是习惯哪一种手感 对 有同学说粗糙 其实粗糙和光滑呢 其实没有必要性 就没有说是非得让你用哪一张 用哪一面 大家如果喜欢那种毛笔 在纸上的这种摩擦的感觉 喜欢那种阻尼比较大的 那么就可以用粗糙的 或者是需要那种粗糙的质感 那么就用粗糙的 喜欢这种比较光滑的呢 就用这种光滑的 这个是没有特质性的 没有说大家必须要用哪一面 这个呢就是咱们的纸 今天要用的呢 就是这个毛边纸 墨汁呢 大家就在市面上去买 买墨汁就行 墨汁呢 就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因为咱们就是一个练习嘛 但是要注意的是 如果用墨汁 在用之前 尽量的先摇晃一下 先摇晃一下 把里面的一些沉淀物啊 把它摇匀 或者把它融 再接着融入里面 因为墨汁放久了的话 它会有一点沉淀 大家去一些文具店啊 或者是在网上呀 买一些很普通的墨汁就可以 这是咱们今天的笔墨值 烟呢 就是刚刚看到的 笔墨值 这个烟呢 就用这种小碟子代替都行 或者是用 这个盘子太大了 盘子太大了 盘子太大了 不行 会浪费 像这种小碟子啊 小碗啊 都可以用小碟子 装像在吃饭啊 饭馆可以用这种装那种小凉菜的那种小碟子也可以 然后用这种书法的这种也可以 只要是这种小碟子都可以 稍微小一点不用太大 太大的话大家会太 放上去会比较浪费 对 有一些墨水会比较臭 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像比如说我们要写字 那我们笔上呢 就先要去发一下笔 这个呢 也是咱们要讲的一个保养的一个细节 就是大家笔洗 写完之后 一定要去洗 大家不能说是写完字之后 这个笔就放到里 不管了 那么呢 它就会干 会把整个毛都粘到一起 那洗完之后一定要去清洗掉 清洗干净之后呢 再放到水龙头下面去冲 用流水这样顺着这个水流去冲 边捏这个笔根 边捏这个笔根 一边转笔 一边捏笔根 然后一边用那个流水去冲 直到这个水干净为止 那么这个笔呢 就洗干净了 洗干净之后呢 再把它稍微在纸上吸一吸水 这样顺一顺它的毛 把它捋齐 然后再挂到笔架上 一定要挂起来 因为为什么呢 挂起来之后 它的水就会往笔尖流 如果是平着放 它的笔 它的笔里面的水分 它可能就会流到这个笔根 然后把里面的毛会腐烂掉 所以一定要是竖着 不管是挂起来 还是说用个什么东西 把它固定住夹起来都行 一定是要竖着 竖着的话呢 它的水分 就会顺着这个笔 往这个笔尖流 所以这是保养这个毛笔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大家一定要去写完之后 要去把它洗干净 然后写之前呢 一定要去沾一点清水 用这个笔洗 稍微润一润笔 再把它刮干 全部打湿 这是写之前的润笔的过程 这就是一个小的一个知识点笔的保养和使用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墨 刚刚在大家在直播间也经常聊到 说墨会臭 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写字之前 把这个笔先沾了一点水分 包括写字当中 如果墨干了 我们也可以稍微沾一点点水分 当墨遇到水分 然后再放一天 变成素墨之后 它就会臭 这就是墨遇到水之后 它就会有一点臭臭的味道 当然要过一阵子 不是说现在就有 可能过个好几个小时 或者是过一天就会有 所以说大家写完 这个字之后 如果盘子里 碟子里还剩了墨 就千万不能再倒回 刚刚的墨汁里面了 不能再倒回瓶子里面了 如果这个墨没写完 咱们就不要了 就把它洗掉 就把它倒掉 一定不能没写完 还在倒回瓶子里 这样就会把整屏幕都弄臭弄坏掉 加酒会不会臭 不太清楚 应该 应该会吧 可以试一试 这个也是墨的一个 使用的一个小方法 小技巧 就是加完水之后 对墨 对这就是奇怪 它墨汁里面本身是含水分的 但是它是在那个瓶子里 就没有事 但是如果一旦倒出来 我们写的时候 加了水分之后 它就会变臭 所以倒出来的墨汁 就不用再倒回瓶子里了 就宁愿去倒掉 不要 大家现在知道 怎么去爱护自己的笔 怎么去用墨了吗 这的话就翘一个一 咱们就正式的进入今天的课程 刚刚也把咱们的工具材料 都已经讲完了 咱们现在用的话 就是用这种工具材料就行 因为现在主要是一个入门的话 主要是一个练习 多多的练习 欢迎蝴蝶鸭鸭听学 大家晚上好 今天要教大家的是 在书法当中很常用的两个笔画 也是在书法当中比较难的两个笔画 撇和那 首先我们看一下撇 撇画呢 在永字八法当中称为虐 因为撇是写的时候 就像鸟低空 急速而下 一虐而过 所以它就命名为虐 然后短撇呢 就像鸟嘴灼物一样 也称之为卓 王锡之曾说 做撇不宜迟 就是写撇画的时候 可以稍微写快一点点 那么撇画呢 也有很多种 首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今天咱们就主要攻克 这两个难点 撇和那 把这两个笔画写好 练好 那么首先看一看这个长片 看一看它的起笔 左边呢是写完之后的样子 右边这一个呢 是咱们的一个分析图 也是一个毛笔的一个运行的轨迹 首先我们看一下 有一个逆风起笔 然后折风顿笔 然后调成中风 慢慢地往下走 大家这个逆风折风都了解吗 滴雪氏刚进课堂是吗 书法用毛边纸 然后如果是说要用宣纸的话 可以用半生熟或者是深圈 写小凯的话可以用熟圈 一般是用半生熟或者是深圈 咱们平常练习的话 就直接用毛边纸 或者是圆书纸都行 也叫圆书纸 圆书纸可能就是在毛边纸当中 档次稍微高一点点的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笔画具体是怎么写的 首先是一个逆风 为什么说是逆风呢 那我们先看一下 先分析一下这个笔画 这个笔画它的走势 是不是从右上往左下 是不是 它的这个走势 是不是从右上往左下 是的话 翘一个E 这是它整个笔画的走势 这是它的一个顺势 那么从字面上去理解 这个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这个顺着它的走势的相反的方向 就是逆 整个笔画的顺势是这样 从右上往左下 那我们起笔的时候呢 就要从左下往右上 逆着它整个的大势 等于是这个笔画呢 它有一个大的潮流 有一个大的趋势 但是我们跟这个大潮流 大趋势相反的方向去起笔 这个呢就叫逆风起笔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等会呢我再给大家具体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看 看看这个步骤图 看一看这个运笔的过程之后 我们再看看具体是怎么写的 大家如果现在准备了工具材料的 可以跟着我一起写一写 一起练一练 没有工具材料的呢 建议大家如果是想学书法 或者是想让自己的字写得更漂亮 我建议大家是可以先去买一买工具材料 然后再练习 逆风怎么跟逆法呢 首先我们入笔 入笔之后呢 向右上角写 这样的就是逆风起笔 然后呢往右下角顿 首先往这个右上角逆风 然后往右下角顿笔 逆风起笔 然后顿笔 右下角顿 顿完了之后呢 再往左下调风 逆风起笔 顿笔 再转过来调风 把笔笔 把笔的尖尖调至中锋运笔 中锋和侧锋 大家又了解吗 首先看一下 像我现在把笔打平 这样画 这样写就是侧风 然后把笔竖直 把笔和直 是一个垂直相交的 然后再让笔尖尖 一直在这个笔画的中间 这个呢就是中锋运笔 这个就叫中锋运笔 上面这个呢叫侧风运笔 我们第三步 顿笔调风 调风呢主要是把这个笔封调成中锋运笔 调成中锋运笔之后 我们再慢慢的往左下角写 边写边抬笔 把三个步骤 把三个步骤再解析一下 首先第一步是逆风起笔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逆风起笔之后 往右下角顿笔 这是第二步 我们看第三步 逆风起笔 往右下角顿笔 然后再调成中锋 把笔封调成中锋运笔 这是第三步 再接着第四步 第四步就是往左下出风 一定要注意稍微慢一点 让笔毫每一根毛都有它的力度感 把笔利送至笔毫的末端 顿笔调风 然后边写边抬 边写边抬手 然后出尖 这个就是咱们撇划的用笔 接着呢 我用一个白一点的笔 来给大家再示范一下 欢迎大家 大家晚上好 欢迎子饿 欢迎柯心 欢迎陈陈陈 咱们堂堂的堂堂老师 黑花黑土 小胖毛 千尘 五色艺术学院 然后成像来了 清清宝 欢迎大家 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又画的书法的公开课的课堂 整个呢 这个呢 就是咱们撇划的一个用笔 那么接下来用清水 再给大家示范一下 用清水写的时候呢 大家就很明显的能看到运笔的整个的过程 首先是逆风起笔 右下角顿笔 顿完笔之后调峰 看到没有 这个笔峰通过这个调峰 它是不是就变成了 在中间 慢慢的把这个笔尖尖 调成笔画中间 好 再慢慢的往左下角写 边写的时候呢 边抬笔 边写边抬 边写边抬 诶 这样 诶 这样 边写边抬 这样一个过程 小灰灰 是灰湿利吗 大家看清楚了吗 还要再来一遍吗 要的话 敲一个E 撇画 每一个笔画呢 我们都要详细的去了解 它整个的运笔的过程 然后写的时候 同样 也要慢一点写 把每一个笔画都运笔运到位 首先我们看一下 它分为几个步骤 我们看一下 之前上课给咱们的 VIP学院做的这个PPT 首先这个撇画呢 一共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个呢 是逆峰起笔 逆峰呢 就是往它整个方向的 相反的方向 去逆峰 比如说我要往左下角 撇 那么我就往右上角逆 首先第一步 逆峰起笔 然后第二步是折峰顿笔 往右下角顿 第三步呢 就要调成中峰 因为我们在写字的过程中 一般是中峰行笔 所以我们要 进行这个第三步 很关键的一步 要调成中峰 在第四步就是慢慢的往左下角写 慢慢的将比例逐渐减小 就是渐渐的抬起来 力呢渐渐的用小一点 一定要送至笔画的末端 不能很快的就出笔 出峰 好 我们再具体的看一下 逆峰起笔 折峰顿笔 逆峰起 顿 顿完了之后呢 就调一下峰 把这个笔转一下 让它笔峰 在笔画的中间 好 然后再往右下角 慢慢的写 边写呢 边抬笔 同样要把笔例 送至笔画的末端 边写边抬 这就是咱们的撇画 这样写呢 就是对的 有些同学呢 就 性子比较急 性子比较急的同学 就建议大家 还是真的是要多多的 去写一写 毛笔字 或者是画一画 国画 也能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在写字当中 就能感受到 有很多同学是 逆峰起笔 折峰顿笔 这个都没错 包括第三笔 调峰也没错 写到这里之后 立马这样很快地 撇出来 或者是 飞速地撇出来 这种方法呢 就是错误的 我们一定要把 力度送至笔画的末端 说的是你 是吧 没有 没有 没有说谁 只是说 有同学 出现了这种问题 这个呢 就是 首先咱们要说的 这个 长撇 对 性子急就会 性子急就会 到不了 这个笔尖 就会直接刷一下 就会写出来 这样那样的话 写出来就不好看 一定要慢一点 把笔尼送至笔画的末端 迷之脑洞 有被针对到 好 这就是咱们的 长撇的一个写法 接着我们看 第二个 撇 第二个撇呢 是竖撇 竖撇跟 刚刚的长撇 有什么不同呢 它是先竖 再撇 当撇 当竖到三分之一 还留三分之一的时候 就往外撇 好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它整个的 运笔的过程 首先是逆风起笔 这个逆风 跟刚刚的逆风 是不是就不同了 刚刚的逆风呢 是从 左下 往右上逆 从左下 往右上逆 那么这一次的逆风呢 是直接从下 往上逆 因为它整个的 大的趋势 就是从 上 往下的 这个趋势 是咱们这个 笔画的趋势 所以我们逆风的话 就是要 逆着这个趋势 从下 往上 去逆风 这个一般就是 咱们起笔的一个规律 大家可以记一下 好 从下往上逆风之后 同样再顿笔 这个前面三个步骤 都是一样的 顿完笔之后呢 我们再调成中锋 因为我们一般是要 中锋运笔 调成中锋之后 慢慢的往下写 写到 还剩三分之一处 或者是写完三分之二的时候 这是一个大概的位置 大家一定不要说 拿尺子 我拿尺子在这里量 到了三分之二 好 那我就要撇出来 没有这么绝对 因为在字当中 没有这么绝对 这个竖片呢 一般是写到 这个三分之二的地方 然后再 往左下角撇出来 这个是跟刚刚 长撇不同的地方 它是先写竖 写到三分之二 再撇出来 我们接着看一下 具体的是怎么写 大家晚上好 欢迎白欧 写竖片同样 按照步骤来 先第一步呢 是逆风起笔 这个逆风呢 就跟写竖画的逆风是一样的 先向上逆风 这是第一步 好第二步呢 是逆完风之后 往右下角顿笔 往右下角顿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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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由于